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亮背面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 美国NASA的新视野号探测器 也是从距离地球40亿英里的太空当中 传回了小行星天涯海角的照片 这是人类史上所拍到的距离地球最远的片子 大概讲今天聊一聊天上的一些事 2018年的最后一晚文艺片 《地球最后的夜晚》凭借一吻跨年的噱头 首日票房超过了2.25亿 成为了国产文艺片的大事件 而在2019年的第一天 这部电影是再次创造了奇迹 一夜之间票房缩水到了只有第一天的4% 从年度期待变成了年度最烂 我们也和各位聊一聊院线票房那些事 今天有天同和我们在一起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评论员庚新先生 欢迎庚老师 欢迎庚先生 今天开始邀请你家人的实施互动 让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 当你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 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商客户端 了解台前幕后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闻法 亮出你的独家观点 天下热点 社会万象 我们有话一起讲 全媒体大开讲 全方位视听盛宴 等您来开启 拿起手机扫码 关注官方的微博微信 你也可以登录 以下客户端 了解台前幕后的 第一手资讯 打开微信摇一摇 进入电视识别功能 对着电视摇摇手机 探索互动新闻法 亮出您的独家观点 让我们有话一起讲 在经过了26天的长途跋涉 还有整装待发之后 嫦娥4号探测器 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 10点26分 是成功地自主着陆在了 月球的背面 对 那接下来呢 将会为我们人类 揭开这个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并开启人类月球探测的新篇章 经过约38万公里 26天的漫长飞行 嫦娥4号1月3号 进入聚月面15公里的 落月准备轨道 最终在反推发动机 和着陆缓冲机的 保驾护航下 一吨多重的探测器 成功着陆在月球表面 预选着陆区 嫦娥4号着陆区地形 起伏达到6000米 是太阳系中 已知最大的撞击坑之一 被认为对研究月球 和太阳系早期历史 具有重要价值 开了一个很好的好头 我们现在正在 建设航天强国 我想这是我们 建设航天强国的 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整个嫦娥4号任务里面 最关键的一环 也是最后实现 咱们落月实现 后面巡视探测中的 一个基础 下船的数据来看 咱们落月的整个过程 很正常 落月以后的姿态 也很稳定 符合咱们的预期 落月后 通过雀桥中 寄星的牵线搭桥 嫦娥4号探测器 进行了太阳翼和 定向天线展开等 多项工作 建立了定向天线 高码速率连路 实现了月背和地面 稳定通信的小目标 11点40分 嫦娥4号的着陆器 获取了月背形象图 并且传回地面 这是人类探测器 在月球表面拍摄的 第一张图片 嫦娥4号探测器之后 将通过雀桥中 寄星的中继通信 展开设备工作模式 调整等工作 择机实施着陆器 与巡视器分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探测工程 嫦娥4号探测器 去年12月8号凌晨 2点23分 在西昌发射成功 它实现了人类 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 展开巡视 勘察等 各种的探测活动 那么嫦娥4号 究竟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 一起先来看一下 12月8号凌晨 嫦娥4号在西昌 奔向月球 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 软着陆和巡视勘察 包括实现月机 低频射电天文观测 月球背面巡视区行帽 月球背面巡视区 浅层结构探测等 去旅行一定要带上相机 去从未被踏足过的 月球背面更不必说 嫦娥4号的着陆器上 带有地形地帽相机 降落相机 低频射电平谱仪等 四台有效载荷 和一台生物科普载荷 此外 嫦娥4号的巡视器 也既月球车 还将继承域兔 用于探测月球前表层结构的 侧月雷达 以及分析月壤元素 和矿物类型的 红外成像光谱仪等 有效载荷 对于落在月球表面 没有任何通信信号的 嫦娥4号来说 通信显得难上加难 飞鸽传输的任务 就落到雀桥中继卫星的肩上 通过早先发射的雀桥中继卫星 实施与地面的通信信号接力 嫦娥4号才得以 与地球保时联络 专家表示 因为没有别的探测器 到过月球背面 所以不论是探地形 还是探月壤成分 应该都是人类第一次 获得一手数据 凤凰卫视总和报道 好 那相关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请教在 广州的中山大学 天体气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 李淼教授 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李教授首先我想请问您 就是这个月球背面的 神秘面纱被揭开 这对于人类太空探索 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我想有好多点 第一呢就是登月 对中国来讲 对全世界来讲 背面是从来没有去过的 第二点呢就是月球背面 因为很少受到地球的 无线电信号干扰 所以我们将会在月面 建立这个射点天文学的研究 可以研究太阳系的发展历史 这也很重要 那么第三点的话呢 当然就是因为月面 背面是这个土壤啊 跟前面正面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探索使所以后开展 比如说像亥三的 这个核聚变需要的矿 有重要的意义 主持人 李教授那就想请教一下 这个和六年前咱们说的 这嫦娥三号在月球正面着陆相比 这次长四在背面着陆 您觉得难点难在哪了呢 有好多难点 首先的话在背面的话 因为它地形比较 或者是月形比较复杂吧 不能说地形 因为在背面的环形山和坑的话 占了月表了百分之九十几 而在正面只占百分之六十几 所以地形比较复杂 第二的话通信嘛 所以我们也要先要送一颗 这个雀桥中心心 这个呢也是美国人一直想做 但是没有做成的事 还有呢就是因为降落在那个叫 冯开门的那个坑嘛 那个坑落差比较大 所以呢月面复杂的话 它需要垂直的那个降落 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那个难度 所以要求这个尝试呢 有这种自主的能力 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通讯会中断 以及阳光的不足等等吧 有很多难点 但是非常可贺的是说 这个中国人成功了 对 出事 好 我们先谢谢李教授 稍后再跟李教授再来聊 对 谢谢李教授 这个庚先生我也想在现场请问你 就是人类嘛 对于天上这些事的探索 一直有这么一个执念 首先就从最近的 月亮开始探奇 其实从中国来说 中国探月工程 也是一个一系列的 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吧 那您觉得这个 嫦娥系列的探月工程 对于中国来说 它的意义是什么样 这个探月 咱们一般 比如咱们这个外行 看这个事 直接一说探月 就想到什么后裔设日 然后这个老婆吃了药跑了 然后她怎么去想办法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说 怎么叫嫦娥工程 应该叫后裔工程 这是对不对 它嫦娥已经在上头了 对不对 咱们探嫦娥对不对 探的是她 就咱们这去的 应该是后裔才对呢 对不对 我感觉 咱们这瞎说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 这里边有这么几个 至少嫦娥这件事 嫦娥工程这个 嫦娥三也好 嫦娥四也好 都是 无论是月表还是月背 我觉得呢 都有这么三个东西 第一个 就是月亮本身 对月亮本身的研究 比如说 它的这个表层结构 它的整个矿物的这些 比如刚才讲 氦三 这也是咱们搞 这个高河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巨变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说像这样的一些研究呢 它咱们需要去 就是人类需要 就发展利益 就是咱们的一个 物质可见的一种发展利益 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到月背去的 特殊的意义 就是可以从那 它因为没有这个 大气层干扰呢 它是基本是 没有电瓶干扰的 没有电磁干扰的 所以它看那个太阳系 其他的这个太空的这个情况 就非常的这个通畅 非常的通透 它是一个净空状态 所以这个呢 是通过月亮 作为一个支点 去看其他的 整个的星球状态 就比在地球上看 要好很多 有那个地方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看不到 就这是一个 还有最后就是我们人和 所以这次它有这种 微型生物圈的这种 也就带了很多 什么土豆的种子啦 什么什么蚕涌啦 什么什么之类带上去 为了做这种生物的 就在那能不能生存 有没有生物 这是第一 能不能生存 有没有水 就比如像这类的 通过这个研究 就解决一个 就是那个地方有没有 和人 人有没有可能去 到那有没有可能生存 那个地方有没有生物 可能会生 就这就是和人的 就月亮和人 这是第一个 然后刚才说的月亮本身 然后第三就是月亮和太空 通过月亮去看太空 所以这个对我们 都非常有加持 当然我们的这种 哲学理念 那就更蒙说 可上九天懒月 那简直就别提 这是咱们全人类的共同目标 这就不仅是中国人 我们就是特别的可惜可贺 而且好奇 这个月亮背面 究竟是什么样的 网友呢他就在说 真的是可惜可贺 让我们努力 向更加浩瀚的太空努力 但是我还看到另外一个网友 他是这样说 他说美国人不去登月 去建基地 而是去关注火星 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 欧洲和日本联合航空的 这个碳的是水星 就是大家现在已经 是不是不把目标放在月亮上面了 因为月球没有大气层 它相对来说不太适宜人类的生存 但现在考虑更多是 可能考虑 有没有第二颗内地行星 能够让人移居的这个问题 其实刚才田成说这个 就是说 这你就讲到了一个太空安全的问题 就是这里边还不单纯是一个 比如说谁打导弹呢什么的 包括太空垃圾 现在打了那么多卫星都放了 那么通过在月亮上来看这些东西 和我们在地球上的观感 就真的叫观感 完全不同 观测的感觉和观测的效果 是完全不同 所以月背尤其的具有 它的困难也在这 其实刚才讲到困难的时候 专家也讲到 因为它没有这个通讯的这种通道 所以它就 咱们跟它通讯非常的困难 但是它也是对我们观测太空 比较有好处 其实刚刚刚先生特别提到点 月亮是咱们中国人寄托情思美好的 这个意象 很多的诗都有描写月亮的 比方什么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床前明月光 一视地上霜等等 但是在未来的某个夜晚 如果你在成都抬起你的头 也许你可以发现在天上 挂着不止一轮月亮 根据四川成都公布的 这个人造月亮的计划 第一颗假月亮将在2020年 就明年送入太空 在2022年前再发射两颗 这三枚月亮预计部署在500公里以内 这个第一地球轨道上来反射阳光 光照强度将是现在月光的八倍 那么三颗月亮交替照明 没有阴晴圆缺 24小时皎洁明亮 人造月亮的计划呢 是意在和夜间路灯照明 互相补充节约用电消耗 如果成都用上了人造月亮 那么计划每年可以节省差不多 12亿的电飞开支 而有英国的航空学者则表示 这项目呢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如果要让人造月亮 永远在一个城市的上空 则需要反射镜的指向 极其的精准 那么人造月亮的想法 并非中国首创 在92年 俄罗斯飞船是把名为旗帜二的人造月亮 秘密地带上了太空 在99年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人造月亮实验 但是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嗯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也不光是中国 对于我们天上的事非常关系 像日本 日本政府呢 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是修改了宇宙基本计划进度表 其中呢就决定参加美国所主导的 载人登月等计划 这个日本专家就表示啊 日本将会开发更远距离的 宇宙运输技术 积累载人航天经验 着手加强宇宙安全保障 日本政府此前修改了 宇宙基本计划进度表 决定参加美国主导的 2020年代中期 修建绕月新国际空间站 以及载人登月计划 目前日本使用无人运输船 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物资 日本专家表示 今后将开发更远距离的 运输技术 并争取实现日本宇航员登月 日本也有友人 所以我们再来 专家指 日本宇宙政策过去着重于科学研究 但近年 日本开始重视太空安全保障 修改进度表 也意味着政策的转折 日本将在2023年 将卫星导航系统 准天顶卫星增加到7颗 今后还将创建宇宙部队 监控太空动态 逐步加强太空安全保障 安全保障 富环卫视赵锐 《善天正盛》 日本《東京報道》 戈老師 您在日本生活 日本現在對於太空的這樣一個探索 就您的了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日本這個東西 它源於幾個東西 一個比較直接的 安全上的壓力 比如說一說朝鮮打導彈 它就老覺得它怎麼老看不著它 就是特別是現在 它又可以打周一導彈之後 就對日本的壓力就更大 這是安全上的 這個美國對它也有要求 希望它配合 所以日本的這個太空計劃 都是和美國掛鉤的 你說它火箭 它就得用烈鷹酒 就得用美國的火箭往上打 所以它這個可能在一段時間 《可遇見未來》裡邊 日本太空計劃和美國 是緊緊綁在一起的 這是一個 但是也有它獨立的一個東西 就比如說日本一直就對於這種 它認為它現在有這個力量 無論是人才 你看他諾貝爾獎也拿了這麼多了 它覺得基礎科學的研究 和基本的科技力量和經濟力量 錢 人才它都具備 而且它有需求 就是日本是一個 非常的重視生存空間的 這麼一個大國 在大國裡邊生存空間最狹小 就最小的 最窄的就是它 這也是作為它當年動員 這個國民參與戰爭的 一個重要的理由 所以它如果說能夠向太空發展 這就給日本今後的這種和平發展 就是創造這種無限的空間 因為我們一般認為 宇宙是無邊的 可以往外走 只要你有這個力量 那麼就可以避免出 就避免在人類社會當中的這些 戰爭啊 這種競爭啊 可以到太空去 其實當年列寧就曾經講 說戰爭就是因為我們人類 也只能在地球 地球土地都是有主的 要爭奪這個土地 重新瓜分就有戰爭 那麼如果我們到太空去 都是一些沒主的地方 我們去發展的話 根據自己的力量越走越遠 那麼這就沒問題 所以這個呢 在日本來說有綜合性 當然了 日本也不希望 在整個的太空競爭當中缺席 這也是重要的 好 我們稍事休息一下吧 廣告回來呢 繼續跟您聊一聊天上的一些事 全媒體大開獎 全方位視聽盛宴 等你來開啟 拿起手機索碼 關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戶端 了解台前幕後一手資訊 打開微信搖一搖 進入電視識別功能 廢著電視搖搖手機 探索互動新聞法 亮出你的獨家觀點 我們有話一起講 在2019年的新年呢 人類是收到了一份 來自世界盡頭的祝福 美國新式眼號探測器 在2號的時候呢 從距離地球 大約是64億公里的太空當中啊 傳回了小行星天涯海角的照片 這也是人類歷史上面 所拍到的距離地球最遠的天體 當美國航空航天局的科學家們 在任務運行中心 收到新視野號傳回的圖片時 大家都異常興奮 慶祝這一歷史性時刻 並擁抱在一起 而新視野號在12月31號 傳回的原始照片 清晰度有限 研究人員一度認為 天涯海角的形狀 極有可能類似於保齡球的球瓶 而當收到質量更好的照片時 原先的估計也被推翻 那照片真是2018年 遇到奧爾特摩托里 但讓我告訴你 那球瓶子已經掉了 它是雪人 如果是任何事 原來小行星天涯海角的真正形態 是一大一小兩個粘在一起的球體 而科學家們為了能夠進行單獨辨認 也自嘲在文字方面沒有什麼創造性 因此乾脆將它們分別取名為 天涯和海角 研究人員說 這兩個球體是在數億年前 由太空中的小冰塊聚集而形成 球體在此後 已像人們停車時一樣緩慢的速度靠近 最終粘在一起 形成現在的狀態 與此同時 通過新視野號此次的近距離觀察 天涯海角的顏色 也得以確認為磚紅色 目前並未發現它有衛星或者是行星環 在未來幾周內通過質量更好的圖片 新視野號將為人類提供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所以你看 咱人還是多浪漫啊 叫雪人一點都不浪漫 叫天涯海角 就引起大家要看一看的這個慾望 就這人還嫌自己沒文采 對 所以以後談戀愛的時候 不要說我帶你去天涯海角 因為這個地兒真的存在了 那麼究竟它離我們有多遠 又是怎麼樣被發現的呢 我們把它交給北京的顏鏡 來給我們梳理 好的 這份來自天涯海角的祝福 可以說是讓很多的天文愛好者們興奮不已 要知道天涯海角不僅是 人類航天探測史上迄今為止 所抵達的最遠天體 同時也是人類歷來所見的 最古老的類型型天體了 那天涯海角星亞最初是由 哈勃望遠鏡在2014年6月探測到的 被人類發現才4年左右的時間 原本它的編號是2014MU69 後來是由公眾投票改名為天涯海角的 在拉丁語中的意思為 是一個超越已知世界的地方 那這個天涯海角距離 我們到底有多遠呢 此時它到太陽的距離呢 是地球到太陽的43.4倍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張 來自天涯海角的圖像呢 是新視野號經過10小時的傳輸 才送達地球的 而當時的它可是飛行了4730天 才得以與天涯海角擦肩而過 而這個擦肩的距離 也相隔了3500公里 那根據所傳回的初步的圖像 天涯海角外形呢修長 長33公里 寬16公里 大約和這個紐約式的大小差不多 NASA的科學家已經初步確定了 它的自轉方向和自轉軸 但是具體的自轉周期和角度 還需要更多的數據才可以確定 想要進一步地了解這個天涯海角 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它所在的區域了 科伊伯代 這片區域從發現至今 不過30年的光景 還是一大片廣闊的未知世界 要說它的發現 和冥王星的源源是頗深 在上世紀50年代的天文學家 捷拉德·科伊伯提出 冥王星並非一個獨立的天體 在海王星的軌道之外 應該還有許多其他的天體 冥王星只是其中一顆而已 不過直到1992年 人們才在這片區域發現了第二個遷敵 那隨後越來越多類似的天體 被人們發現科伊伯的預言得到了證實 於是人們將這片區域稱之為科伊伯代 這裡是一個冰封的世界 除了目前我們發現的四顆矮行星之外 充滿了類似冥王星這樣的低溫冷凍星球 天文學家預測 科伊伯代有百萬級別的 直徑超過100公里的矮行星存在 但是由於這些天體 距離地球實在太過遙遠 體積又小 從地球上很難發現它們 更別說觀測它們的細節了 好在人類現在已經派出了一位使者前去拜訪 那就是新視野號 我們相信隨著它的不斷深入 在這片未知的區域的謎題 我們也會一一解開 好的 更多討論把時間交換香港 那接下來我們也想和這個 李淼教授再討論討論 李教授首先想問您就是這個天涯海角 它這個天涯海角探測任務 到底具有什麼樣特殊的意義 就是另外還有就是剛剛我們同事 提到這個科伊伯代 它對於科學界為什麼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好 這個科伊伯代因為是可以說是處於外太陽系 就是八大行星甚至是冥王星之外 那麼新視野號當初發射的任務的時候 就是探索冥王星以及科伊伯代 那麼我們知道在這個新視野號 大概兩年多前路過了 跟冥王星傳回來一張非常倒下的圖片 一個新自行 那麼現在到達科伊伯代是原來它的任務 科伊伯代為什麼有趣呢 主要是裡面有 剛才說了有十萬到百萬顆小行星 那這些小行星非常有趣的是 就是它們保留了太陽系 當初形成時候的狀態 因此就是探索科伊伯代 可能有助於我們來驗證 就是太陽系形成的理論 或者是發現太陽系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因此的話呢 新視野號未來它的任務 又延長了兩年 大概要到2023年 2023年繼續探索科伊伯代 以及探索更多的小行星 主持人 好 李正如 您特別提到了這個 這樣的一個探測器 就是這個新視野號未來的任務 可能更多是在探討這個探尋科伊伯代 那您覺得它的這個最終的任務 會放在什麼方向上 是越來越會遠離這個太陽系的 就是這樣一個方向 然後它的探索會帶了一些什麼樣的價值 您覺得 它還會在繼續探索科伊伯代裡面 其他小行星 當然會越來越遠 但是科伊伯代還是很寬的 所以的話它探索更多的小行星的話 應當是說會看到更多小行星 未來的就是 就是看到更多的小行星的形狀 以及它的主份 這樣的話呢 就是對於我們了解太陽系 如何形成的有幫助 對 它最終目的還是看可以寶彈 好 謝謝 謝謝李馬教授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給我們做來的非常科學的 這樣一個解讀 謝謝 好的 謝謝 另外更像 您看這個NASA那邊 連那個64億公里之外 照片都拍了 所以說這個太空領域的這個技術 美國確實一直領跑世界 您覺得中國跟美國差距有多大 對 剛才這個我就想起一句古詩啊 叫這個海內海角架相機 天涯若比零 對不對 它那架個相機把照片給我們傳來 當時存知己 咱們這知己還去不了 那相機就等於咱們知己啊 就這個感覺 真的是 就你就想當年這個 咱們這些詩人 有多麼大的一個想像力啊 我而且剛才說 講到這個看月輪的時候 我也想到當年那秦冠 你寫這個什麼雀橋間啊 你想 就這種感覺啊 就是哎呀 真的是一種感動 就是說咱們 所以今天中國人 在這個事兒上不能缺席 這是肯定的啊 美國領跑這個事兒 其實說的 你說美國領跑還開始 其實還不是美國領跑 最早的載人 這個飛船上天是蘇聯 就嘉嘉林嘛 這是1961年 這是最早 當時嘉嘉林上天之後 當時這個東方這個社會主義陣營 一片歡呼啊 那時候中蘇的矛盾 還沒那麼突出 中國我在小的時候 我印象好像是 剛上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簡直就不得了 那個時候的美國 社會主義 戰勝了資本主義 就那感覺啊 美國然後就一下子加大力度 然後十年就到了196970 它這個阿波勒計劃 它就真正的登月 直到今天蘇聯也沒有去登月 當然後來我覺得蘇聯 它也沒有力量 或者它也不希望 在這個上面花費太多的心血 也有這個因素啊 我覺得咱們中國呀 在這個問題上 我覺得就兩句話 一句話叫解放思想 就是我們還可以在這上 更加的積極一點有所作為 但是第二句話是實事求是 中國的國情 我們是個發展中的國家 還有幾千萬的貧困人口 我覺得咱們要是有錢的話呢 可能更多的 還是要考慮到我們中國國情 實際的國情 沒錯 中國特色的建設需要 可能不一定在這個上面 跟他們做這種競爭啊 這個來日方長 咱們五千年 再往前數五千年的話 有的是日子跟他們進行 是 好 我們說完了天上的事兒 稍後呢 我們要跟大家再來聊地上的事兒 一部影片一夜之間 它的票房縮水了95% 怎麼回事兒 回來之後一刻跟大家聊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消息 全媒體大開講 全方位試聽盛宴 等你來開啟 拿起手機 掃碼關注官方微博微信 上客戶端了解台前幕後 一手資訊 打開微信搖一搖 進入電視識別功能 對著電視搖搖手機 探索互動新玩法 亮出你的獨家觀點 我們有話一起講 這說完了天上的事兒 說說地上吧 腳踏實地點兒 看看院線的那些事兒 這預售破譯的國產電影 《地球最後的夜晚》 在跨年夜上映 雖然藉著這一吻跨年的噱頭 吸引了不少的觀眾前往觀看 但是似乎觀眾們並不買賬啊 對 這個觀眾們反映 不僅說口碑沒有達到水準 連票房都經歷了大跳水 還沒拍攝便拿到2000萬的預算 未曾上映便高調地亮相 嘎納電影劍的文藝片 《地球最後的夜晚》 日前再創奇蹟 憑藉一吻跨年的噱頭 在首映日斬獲了2.62億票房後 隨機殘遭滑鐵路 上映三天票房跳水跌至190萬 影片出品方 華策影師股價格是暴跌 市值縮水16億元 電影講述了黃絕飾演的男主角 因父親離世再次回到貴州 遇見了她為飾演的神秘女子 一段追尋之旅 讓她發現了被隱藏多年的祕密 導演《碧干》2015年的導演首秀 《路邊演餐》被譽為神作 碧干也因此在電影節和評論界 被捧上神壇 本一篇卻採用了商業片的宣傳手法 在一吻跨年的噱頭下 多數買票的觀眾 都是為了進行一場 以愛情為名的跨年仪式 而走進了電影院 這給電影帶來的票房 代言丟了口碑 在專業電影平台上的評分 已經降到了2.6分 而曾經頗受好評的《唯美長鏡頭》 在影片當中也遭遇了 一眾網友的詬病 有網友評論道 這是為了實現某種符號而顧忌重演 是在把本末倒置當個性 原本一部萬眾矚目的文藝電影 預售破譯 更被稱為國產文藝片的大事件 竟在上映一天之後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票房跳水 這到底是誰的問題呢 這片裡特別提到了 這電影創造了倆奇蹟 上映的第一天就2.5億的票房 2.6 緊接著第二天縮水96% 對 縮水96% 這又是一奇蹟 而且這個評分打得那麼低 之前我特別看過這個影片介紹 很多人衝著去 就是說9點40那一場次是最好 看完剛剛帶著自己的另一半跨年 這個噱頭我也會去看 但是結果看完之後 所有人就徹底懵了 連這個一吻跨年的這麼一個情境 都懵了就沒想著再去接吻 因為沒明白這電影講啥 是 這現象這更新的時候您覺得呢 他這肯定是不適合 他肯定是按著拍那個 那個和地球告別的那意思 不是賀歲片 中國人的 它是個文藝片 我知道 是文藝片 但是是跨年的這種片子嘛 對 所以帶有賀歲的這個性質 是不是 對 這就跟吃飯是一樣道理 這看電影跟吃飯幾乎是同樣的 就把你胃口掉足了 一天不吃飯呢 他難受 其實要是一個月不看電影也難受 也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我覺得現在 一個就是觀眾的口味和這個宣傳 就是這個專家的 這個製作者的口味啊 它還是有點對不上 就是這個 做菜的人覺得我這道菜做得太好了 但是吃的人呢 還是不滿意 眾口難調 就是有 就是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也要注意現在咱們有一種 就是這個炒作的太厲害了 就是這種 在開始的時候 就是這種宣傳炒作 哎呦 看著 其實我也見過這樣的電影 咱們別說名字再咱們 一說好像故意的 跟人有仇似的 好像覺得不好 就是一看就想破電影 這花了多少錢呢 那錢都用在這炒作上了 沒好好的去請個好演員 弄個好本子 把它搞得細緻一點 就很明顯的 導演挺有名 或者演員挺有名 但是拍得很粗糙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效果 觀眾不滿意 讓大家心裡邊很失望 確實 就這電影吧 它是文藝片 但是它的這個宣傳啊 市場是按商業片這個策劃在走 那肯定 所以很多觀眾是 吊足了胃口去票房 但是看到了這麼一個噱頭 之後出來不買賬 這裡頭就講到 這一吻跨年這樣一個噱頭 所以這電影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接下來把時間交給 還有北京新媒體的顏青 請顏青跟我們一塊來打理一下 好的 如今這個年關將至了嘛 這個賀歲當的競爭啊 肯定是愈演愈烈 想要爭奪好票房 營銷自然要推陳出新了 電影《地球最後的夜晚》 首日的這個票房紀錄 可以破了紀錄 這個一吻跨年的營交方啊 是功不可沒的 試想一下 在2018年的最後一天 和另外一半手拉手地 去電影院選擇一部 既浪漫又文藝的愛情片 影片結束的時候 時針正好指向0.0分 讓觀眾與最重要的人 一起度過一個 最有儀式感的夜晚 一吻跨年 這是影片發行方 想出的一個營銷方式 也是這個電影未播鮮火的原因 不過很多網友 卻是通過另外一個方式看完的 影片開始前 他拿起手機 拍下了你們接吻的側臉 然後電影開始 20分鐘後開始批圖 直到電影結束 結束後呢 他拍下電影票根 還有剛剛批好的圖 發了朋友圈說 《2019還好你在》 雖然這只是一個段子啊 但是不過我們從中 不難感受到 觀眾們對於這個片子的失望 原本是奔著這個愛情片去的 結果看了一部小眾的文藝片 看不懂 被坑了 是大部分人的關後感受 覆盤電影的宣發過程 從一吻跨年這個概念的提出 再到這個口碑票房大跌 給網友們的感覺呢 就是一部將錯就錯的戲劇 在整個的營銷過程中 從跨年活動的安排 再到主打浪漫情侶和年輕受眾 都是一種沿著大眾情緒 而進行的順勢營銷 想要讓這麼多人來 為一部小眾的唯一電影買單 畢竟靠幾個獎項也是不行的 於是這個抖音在它這個電影宣傳中 就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12月6號的時候 抖音一下出現了很多記載著 2018最後一晚去電影院 和喜歡的人一起看 《地球最後的夜晚》 這樣的短視頻大火了 而它的配樂呢也都是一條 你打算什麼時候去見那個 超級超級想見的人啊的念白 於是這個極具儀式感的 跨年約會就火了 連帶著這個電影也火了 也就是在這一天 《貓眼》和《逃漂漂》上的 這個電影想看指數開始激增 但是就是因為這波操作 也讓很多後來大量的 這個觀影受眾啊引發不滿 被感情牌吸引進電影院的受眾 對應時間節點和主床陣容 自動把這個《地球最後的夜晚》 理解為《前任空月3》 這樣的愛情故事篇 可是走進影院之後發現 貨不對版啊 自然大呼上當 於是呢 各大平台就充施著 對這類營銷不滿的一種宣洩 怒斥呀 文藝篇就該老老實實的 這個宣傳給對應的受眾才對 但是不論怎麼說呢 從宣傳這點來看啊 它確實做到了擴大影片的知名度 讓更多人了解電影產生興趣 《地球最後的夜晚》 確實做得很好 那這部電影也因此足夠成為 文藝篇發展道路上的一個現象級 但是究竟利弊如何 也許後續的市場 會給我們明確的答案 好的 下面把時間交往香港 謝謝言青 我們來回顧一下 這2018年的中國電影市場 它一邊是流量大製作 接連慘淡收場 一邊則是越來越多 靠口碑密襲的爆款 比如說像《無問溪冬》 到《我不是要神》 再到年底的《無名之輩》等等 那麼越來多的觀眾 開始習慣 根據網上的影片的評分 包括評論 來選擇我們想看的電影 過去已經形成體系的 電影營銷套路 也開始逐漸失靈了 在中國電影的發展初期 營銷的作用還是很明顯的 畢竟當時市內的 市場上的內容是非常稀少的 渠道也是很集中的 一部電影的 就很容易能夠得到 大家的注意力 但是有從業者指出 現在不少的電影營銷 仍然像在天橋上賣腰喝 僅僅停留在宣傳上映信息 一些非常標準的動作 顯然就成了落後於時代的表現 那麼電影行業說到底 還要是內容為王 那麼營銷第一部 就要從電影的內容當中 挖掘核心的信息 然後對受眾預期進行引導 畢竟先找到 有可能喜歡這部電影的人 才能夠產生口碑 比如說像張艷謀的《影》 前期宣傳重點就是它的美術風格 那麼最終影片這樣的 水墨畫般的黑白色彩風格 也確實是滿足了觀眾的預期 獲得了好評 有了內容 接著就要挑選渠道 在自媒體的時代 每個人都是流量入口 從廣灑網的傳播 轉向精準化的營銷 形成了一個必然的趨勢 比如說好萊塢的怪獸片 動作片《金剛》《骷髏島》 就主打的是男性觀眾 而有大數據加持的網絡發行 將更容易精準找到 潛在的目標受眾 未來可能也會成為 影視行業發展的新疆語 另外更可以尋找 票房之外的增值服務 例如說把電影打造成一個IP 就能夠授權一些跨界的產品 像全職高手和麥當勞的合作 不僅在粉絲當中大受歡迎 也給電影增加了收益 用這個業念人士的話說是 電影這麼迷人 不該只賺點票房錢 好 謝謝天同 對 這個更現實 雖然咱還都沒來得及 看這部電影 但是剛剛咱們那個 顏青啊 天同 都多少介紹了一下 這電影的前因後果 反正現在到第四 剛剛這個三號嘛 已經有人總結出來 這電影失敗之處了 說首先這個營銷方案嘛 失敗 尤其是剛剛說抖音上面 那波病毒是傳播 這就是失敗中的失敗 所以您怎麼來評價 您怎麼看這個 就這部電影 它的這個營銷套路 我比較同意 剛才天同說的就是內容為王 我跟你說啊 這個咱們經常說 說這劇本 劇本 一劇 劇本 這什麼意思 就是內容 對不對 本子寫得好 跟演員 跟導演 還都沒 還都不搭桿了 還都沒 還都沒到那一步呢 但是已經是定了生死了 定了承諾了 就關鍵是內容 其實真好的東西 說實話 你比如說啊 當年 我就記得 我在日本的時候 那時候就那新的樂名單 那篇子啊 大家一聽黑白片 又是拍什麼集中營 我天 大家一聽 這個題材拍了不是上百遍 也是也是幾十遍了 這有時候看完真感動 而且這個裡面 所展現的那種人性的精神 到今天還有心意 還能寫出心意來 真是就說成一朵花的那感覺 就是這裡邊就是 這種東西我覺得還是內容 就是手段 營銷也好 包裝也好 是找一個名演員來搞也好 是導演怎麼出名也好 這些搞什麼色彩 搞那種這舞美 我覺得這都是次要的 不是不重要 是次重要 重要的 第一就是內容 你這個題材 你這個基本內容站得住 這是最重要的 但是您如果內容做得特別好 不營銷也不行 如果營銷特別好 內容不好 觀眾又覺得有一個落差 所以很糾結這樣 這很簡單嘛 就跟這漂亮的女孩 你比如像田同這樣 人穿什麼都看著 咱們都覺得看著好 但是你要說 比如像我這樣 你穿得再漂亮 讓人一看這位 還是趕快先到那養老的那個院去 那考慮一下 不是 這個很自然 對不對 這很自然的是有這種 就是以內容為主嘛 對不對 沒錯 這個 但是呢 內容 你要說太老了 穿得太漂亮 當然也別扭 是 你們當然年輕人 還是穿亮了一點更好了 這是肯定這兩個 應該形式和內容要配套 是 配套 好 我們談到這裡 來 稍微休息一下吧 趕快回來 我們繼續開講 有人看嗎 我沒看 身邊的朋友沒有去看 我自己也沒有去看 本來是想去看的 但是看到網上兩集評價之後 就有點不是很想看了 就覺得很無聊 然後評分極低 我是看著豆瓣上面說評分極低 所以沒去 有些人去看了 但是只是說很無聊 聽我那位同事說 他是看了四分之三就走了 然後就沒看了 開始是以愛情編的 然後最後發現這個懸疑 也不是懸疑 也不是愛情的這麼一個騙子 他如果是一個正常的票王 應該是有一個 就比較連續吧 你比如說今天剛上映 然後第二天可能是60% 或者多少是正常的 但這種跳搖式的 肯定是有一些操作在裡邊的 相當於咱們說忽悠 廣大群眾去電影院看了 但是普通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要說什麼 然後他這個邏輯線也比較亂 所以說看不懂的話 那大家網上網友又不傻 他看到別人評價了之後 覺得看不懂 他自己就也會退票 也不會去看了 2018年的原線電影 我認為最好的 我看的是 我不是藥神 徐徐的藥神也非常喜歡 就那小人物小角色 他們的真實場景 真實的生活環境 就是那樣的 切創的痛點 比如說我這個 上星期去醫院檢查 就並沒檢查出來 藥給我開了500塊錢 更別說那些抗癌藥了 我個人最不喜歡的是 《尼好之華》 我覺得那個完全就是 顏景娟過來拳錢 然後他跟那個情書的情節 就非常像 2018最好看的應該是 《暴烈無聲》 也是一個小鐘電影 然後那個片子就比較好看 最不好看的那就多了去了 什麼阿熊羅呀 《桂妙2》就這種 然後反正這種不是最爛的 還有更爛的呢 嗯 這些年大家都在說 每年都有一個話題 說你今天又看了多少片 看了多少爛片 看了多少大片 這2018年過去 這一年不知道各位 看了多少部電影 最近在微信上 就發現了一個小程序 所以今天呢 我和田同也一塊 測試了一下 來看看 哎 嗯 我最近看到了一個 很好玩的小程序 發給你了 發我 發給你了 我看看 《2018觀影獨家記憶》 獨是很獨的獨 來吧 進來看看 就是看看 我們今天都看了哪些電影 對 看你為票房 做了多少貢獻 我很少的 我應該比較多 每次都是你安利我 我去看 來 來 看看吧 哦 看過的就打勾 對 它就票房五億以上了 哎呦 好多 我沒有 洪海我看過 這我也看了 這我也看了 《西風水首富》 你推薦我的 是的 《勇敢者流星》我還沒看 反正呢 《神奇動物》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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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畫玩家》 《神奇動物》我看了 《超人總動物》我也看了 《移動物》我也看了 《神奇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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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的小夥伴 用了5461分钟看电影 你能把这时间干点别的吗 年度片王 月片无数的老司机 这个其实下午没找着安东 安东看了多少部电影 没没没 舒服 我都在家里 看我们家那猫片了 那看得出谁生活动不了 我呀 现在就是 特别是到了日本 其实看片子比较少 因为那附近没有电影院 看电影还得要坐两站车出去 这样就比较忙 我小的时候看电影 我告诉你们 我特别地赞同张艺谋说 那人生理想 张艺谋说我小时候人生理想 就是坐那个电影院那个看门的 他说他在农村看是那种放电影的 就是可以不花钱的看电影 我当时我真的就是 最佳观众 我不是老说那时候 凭什么最佳演员 最佳导演 我说我要凭最佳观众 我肯定能凭什么 我能说出这电影 而且那时候脑子也好 所有电影看一遍 几乎从头说到尾 对 两个小时电影 我跟你说三个小时 连上我的感想和我的体会 认知 这个就是对电影的这种感情 真是 所以你们刚才说问我看没看 我实话说我有时候 我真是不敢看 我到前五次 我主要是怕伤害我这个 伤害自己对电影的感情 所以您这个工作性质 有点差不多 现在评论时事 对呀 我跟你说 您可以做一个 非常犀利的影评人 我跟你说 我要说凭电影 就是特别是我熟悉的电影 那我是最适合做这种 我就觉得现在就 中国电影里不缺好的演员 你看什么《无名之辈》 《引人素希》 《药神》里的《徐征》等等 太多了 现在缺的是好的本子 没有什么特别像样的本子 有本子你做了好的宣传 你相信他票房绝对不会 其实我跟你们说 今天咱们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跟你们说一句 四十年前 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电影走在前面 小说 当然那时候的 这个整个的文艺界 走得比较靠前 然后有比较好的作品和小说 就是本子 然后就有好的电影 电影冲在前面之后 就带动了一批年轻人 走在前面 是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电影话题先聊到这儿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四十周年之际 我们大开讲 也是特别推出了 专题的策划 《台湾人在北京》 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第二集的内容 《创业青年》 双创产业这两年 在大陆是十分的火热 那么这股创业的热潮 也蔓延到了海峡对岸 有不少的台湾青年 怀揣梦想 吸进到大陆 在《创业的大风大浪》里 放手一搏 这个地方平常 就是台湾的人的一个聚落 这一块一半是提供给 台湾的创业者 他们初步 他们落地的时候 可以省一点钱 用节省成本的概念 帮助他们 可以减缓一开始来的压力 我们就是有些 两岸创业的事业政策 如果想要每天在这边办公的话 三个月免费啦 基本上你三个月不够 我再给你三个月六个月的薪 我也要面临要毕业了 那找工作室 在这里找还是回台湾找 那我那时候想的是 这边市场大 我觉得我年轻我刚毕业出来 我可以在这边试试看 这边看有没有不一样的机会 然后 你想做什么 嗯 就是有一点想要 O2O 就是在结合线下的一个东西 一个模式 我想的是 它可以结合是明信片 变成明信片 就是自己 克制的一个明信片 你可以先做出一份计划书 嗯 然后呢 去比赛 在比赛过程中 如果有人愿意投资你的想法 我会觉得会比较好 你一半五如果有时间 你可以去 精彩大赛那个场地看一看 嗯 对 你没有办法参加比赛 但是你可以去看看 你在怎么比赛 嗯 再来就是你可以去认识一些投资人 让我感觉到说 我还是挺倾向于 你说的那个第二种办法 就去推荐这种创业比赛 我初步的创业者 我个人觉得 胆子大一点 嗯 那天 比赛的全都是一年到三年的那种团队 几乎都 就是我一个 我一个是刚开始创业 没关系 就上 新年创业 更活力的 好 没有吧 色彩不会受局限 对 可能创新 创业性会更强一些 我觉得 今天下午他看了这么多 然后还是觉得 我们的东西 需要有这个实体的支撑 我觉得我们 目前我们 只是一个概念 对 一个概念 虽然我们已经有动机了 可是我们没有 后续的一些财务的规划 我们创业的团队 我们现在也还有一个团队 因为就像我们 对 它们的图建也很重要 然后这个都需要 还得好好地去研究 去学习 了解一下 就是 不是我们一个人说 想那么简简单单的 我们上下若水就发来一短信 他就说这个电影营销 只是电影票房的一个方面 但是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关键还是更先生说的 这个类型和质量 好电影自然会有好票房 和好口碑 还是内容为王 最重要 没错 期待更多更好 叫好又叫做的电影 来满足大家的这个平常的日益生活 这个电影要以好的 只能一句话 必须要以好的生活实践为基础 我们中国人要先创造自己 美好生活才会有好的电影 好 接下来一块转角看到爱 在今年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那么在你眼中70岁是什么样呢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 70岁应该是我姥姥 我姥姥很爱我 我觉得70岁就是一个爸爸 我眼中的70岁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 是人生下半场的开始 正好年轻呗 70岁祖国的70年的生日 最高兴的一天 因为祖国和我同龄 我祝福祖国永远年轻 永远健康 繁荣福庆 我爱你中国 我要把最美的歌 先给你 我爱你中国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也感谢更新人给我们做的评论 感谢更新人 祝各位每天都有好心情 明天见 拜拜 明天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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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